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草原人热情 客人来了就要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王申福以前很少喝酒 但在草原上的那些天 他却一反常态 不光逢酒必喝 而且每喝必醉 喝酒似乎成了他那些日子的主题 他就会喝得很醉应该是 经常喝得明镜大醉 我记得有一次特别厉害的一天啊 然后从是中午 然后一直喝到晚上 转到了三个地方 从草原上 转到一个蒙古包 哎呀 最后喝得自个儿真找不着北 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 为什么天天喝得大醉而归呢 这源自草原之形带给他的震动 他想通过喝酒 通过这种牧民最容易接受的方式 说出这些天来 埋在心底的一些话 这时啊 我们就想啊 能让那些这个本地的这些牧民啊 稍微的有一个改变 少养一些羊 少养一些羊 王申福每天都要反复传达这个信息 少养一些羊 但牧民们却感到莫名其妙 这个人放着自己的事不做 却心急如焚 喋喋不休的让大家少养羊 他是不是在说罪话呢 但王申福清楚 他说的绝不是罪话 让牧民少养羊 更多的是为了草原的生态环境 一路上走过牧区 他看到牛羊的养殖规模过于庞大 已经超出了草场的成熟极限 草场已经变得贫辱不堪 7月份 本应是草原水草丰美的季节 可是很多草场已经被羊啃得露出了地皮 优质的牧草所剩无几 而一些羊不会采食的害草反倒占据了草场 你看一下这个草 就叫狼毒 这个是草场退化 一个指示性或者标志性的这么一种植物 牛羊不吃 为什么不吃它呢 因为这种草有毒 而且毒性还比较强 像这些退化的草场 它们长得多 就是因为这些优良牧草 然后被牛羊吃得过度了 然后给了这些有毒的草 以发展的一些空间 如果继续下去 不出几年 草场将会严重退化 在干旱的年份 甚至会逐渐沙化 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恶果 酒喝了不少 对他的劝说 牧民们却似乎无动于衷 难道世代以放牧为生的牧民 不明白自己的家园 正经受着严重的伤害吗 随着了解的深入 他发现 其实牧民们对草场的处境 也非常担忧 97年 就是我五岁时候 草有这么高 而且羊牛杀进去就看不见 现在草最高也就这么点 其实这是应该算是环境破坏 没有草了 它就又撒花了吧 撒花它就挂风了吧 挂风啥的时候我就能做 牧民心里更清楚的是 草少了 草原不像以前那么美了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牛羊养的太多了 这种牧民他自己心里也清楚 也知道过度放牧 不好 但是的话 因为这个如果我要是少放羊 那对我的经济效益的影响是非常直接 虽然国家对再出量早有规定 25亩草场养一只羊 但牧民们为了多一点收入 实际的养殖量却大大超出了草场的承载能力 王申福明白牧民的苦衷 可以想到不久的将来 这片草原可能会因为过度养殖 而面临环境崩溃 它就感到无比痛心 现实让王申福无法平静下来 他心中从小就有一个草原梦 但梦中的草原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那里应该是天高地阔 草肥水美 是让他魂牵梦绕的大爱之地 因为我对草原的话 就是有了一种 当初是浪漫的想象 那想象是天苍苍野茫茫 东西草地献牛羊子 还有那个附近草原 有什么母亲的河 我就感觉非常的亲戚 是不是嘛 因为的话吧 就是哪怕我们没有见到这个草原的时候 我们没有身临其境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非常受感动 当梦中的感动变成了现实的震动 他不断告诉牧民 其实自己有一套既能保护草原 又能保证效益的办法 但没有人能够相信 他的办法是一条可行的道路 对他们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天荒夜谈 觉得是个好事 但是不可能的好事 这时的王身符认识到 要想让自己的理念影响牧民 就得做样板 养养给牧民看 一过中年的他 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次抉择 他要抛下一切到草原上来 改变这个让他揪心的现状 找回自己的梦想草原 2012年7月份 王身符和妻子在村主任的蒙古包里 批出了租赁草场的要求 他这么心态过来的 那两个人 找我们来一次 我终于在租一块地 村主任对王身符的话 半信半疑 这个人到底是谁 一个年收入几十万元的老板 为什么会来放羊呢 而且几千目草场 只养一百多只 这个羊法不可能赚钱 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居心 他们会不会是骗子呢 第一年过来以后 我们就 我们要到我跟我们冲赞 我们也 第一次不认识吧 要怕他们也是骗我了 村里给了他 一块水也不要的草场 这就是王身符梦开始的地方 这里远离定居点 没有水源 第一个的话 它离这个村子比较远 第二的话 它是这个坡上 然后羊的饮水 这很不方便 王身符想打口水井 解决羊的吃水问题 可是村里担心 他们不能长期坚持 不同意打井 井不让自己拉水 就那种 不光如此 由于多年来 这里是一块没人承包的三不管地区 谁都可以来随便放木 好的木桃几乎早被吃光了 羊儿们最不爱吃的狼针草 却遍地都是 它为什么叫狼针的话吧 一个是它像狼毛一样 说感觉很尖 另外它像针一样 然后它很尖锐 能扎到羊皮里边去 而且它像类似一个稻刺 像鱼钩 它是往皮子里边钻 甚至有时候都能扎到 通过皮肤 扎到肌肉上面 想在这样一块牧场上 养出好羊 难度可想而知 摆在王申福面前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改造着 三千亩长满了狼针的牧场 它带着人们用割草机 把狼针上面的种子去掉 目的是既不能让它的种子 再下一茬大量繁殖 再刺伤吃草的羊儿 也不至于影响 它暂时所具有的生态作用 虽然牛羊不爱吃狼针 但它占据草场后 却是草原生态的最后防线 可以起到故土保水的作用 只有尊重这样的自然规律 才能够让其他优质牧草 重新归来 我觉得一定要体现出来 对这个真正的自然的东西 原生菜的东西 一种高度的尊重 去除了种子的狼针 繁殖量大大减少 沙葱 野韭菜 小白蚝百里香 各种各样的优质牧草也逐渐生长了起来 这片原本有些荒芜的牧场 开始恢复了迷人的清香 原来是哪一个诗人说写 我说踏花归来 就说马蹄香 那是想象不出来 现在我想象的话 你在这里可能走走 在这闻闻鞋底子 说不定都是香 环境的成功修复 让牧民们对王生福 有些刮目相看了 但他们并不知道 其实早在三十年前 王生福就和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高考第一支院报到北京诺业大学 然后我毕业之后 86年去西藏 然后我的初级职程 我凭的是草原学的主教 在西藏工作的八年中 王生福看到当地人 养殖牦牛和藏羊时 数量绝不会超出环境的承载能力 脆弱的高原生态 因此始终保持活力 并且健康有序地运转着 他还帮助定居后的牧民 规划过围栏伦木 按季节将草场进行功能上的分割 把牧场分成冬季牧场和夏季牧场 是最基本的轮牧法则 王生福在自己的牧场上 也严格遵守着这个法则 他留下了一千亩草场 作为给羊儿储备冬凉的冬季牧场 另外的两千亩作为夏季牧场 足够着一百多只羊儿 在夏季牧场 在夏季季节踩食了 几个月后 王生福的羊越来越胖了 从后边看能不能拽着一个腿 你看现在这些羊毛 你看特别是背部 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雪白 是吧 这个它是白里边要放点黄 结果有点油光 这样就说明了 它这个标情好了 就是这个羊毛 有羊毛纸了 但是随着羊儿们一天一天长大 王生福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起来 八月份羊贩子的生意好了起来 越来越多的牧民把羊卖到当地的收购点 然后送去育肥 这种方式成本低 见效快 一只育肥羊比全城放牧的草原羊 到屠宰季节至少能多出十到二十斤羊肉 是行业里最常见的养殖方法 虽然大家都知道 用饲料育肥的普通羊肉 和王生福放牧的天然羊肉 品质差异很大 但是由于产品不可鉴别 两种养殖方式下的羊肉价格上 也没有区别 天然放牧的羊肉 在市场上也卖不上高价 王生福的羊肉再好 也没有人肯多出一分钱收购 其实现在目前来说 真正天然放牧的羊肉 和这个育肥的羊肉 实际上在终极市场上 这个价格方面几乎是没有差异 所以说才导致的话 就说你可能是用生态很环保的 这种办法养出来的羊 但是未必能卖出一个好的价格 几个月来 王生福第一次感到焦虑 本以为只要养出好羊 卖出高价 就能够说服牧民 按照这种方式去养殖 可现在卖不出高价 体现不出天然放牧羊肉的价值 眼看着赔钱 这一切对于牧民 哪里还有什么示范带动的意义 比焦虑更让他无法招架的 是巨大的委屈 我出去 我很傻 你说我 我不是没有条件 也不是没有机会 二 一年啊 那几十万是上百万块钱 我为什么非得跑出来 想这个羊 又是因为啊 说小时候啊 那个梦想 太大了 可能我们 我们很固执地认为 草原就应该是这样 牛羊 就应该是这样 擦干眼泪后 汪神福离开了草原 一个月后 再次出现的王神福 不是一个人 好多北京人 跟着他一起来了 原来看到普通销售渠道 无法带来好的笑语 王神福想到了一个 普通人想不到的办法 利用微博打开销路 近几年来 他在微博上一直很活跃 有很多粉丝 他突然意识到 这些人不就是潜在的消费者吗 回到北京的他 开始在微博上 密集地宣传草原生态 宣传草原羊 这些宣传 不仅引起了粉丝们的热烈响应 连一些媒体也开始关注 在王神福的召集下 大家一起来到了草原上 我们就是想让消费者知道 我们这个羊 是在一个什么环境里边 养的 这些羊每天吃的是什么 它们每天怎么活动 然后这些个羊的话 它长大了之后 比如它的体重 肉质 跟那些圈养 育肥的羊 有什么差别 这些宣传活动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慕名前来 购买王神福的羊肉 当11月份 屠宰季来临的时候 草原羊肉 卖出了美金60元的高价 这个产品投放下去以后 大家还是好评还是应该是 不叫好评如潮 也差不多 那高兴啊 非常高兴 销售问题的解决 是牧民们终于相信了 这个北京来的王老师 能带着他们养好养赚到钱 更能带着他们保护好自己的家园 我昨天看了一张新闻 王神福不是草原人 但是为了草原 为了依赖这片草原而生活的人们 他真的醉了 王神福把他的牧场 命名为乐活塔拉 意思就是快乐的草原 从大都市中退进迁华之后 王神福把所有精力 都投入到了生态农业当中 他不仅在内蒙古生态养羊 在北京还经营着一家生态养鸡场 他的梦想就是 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 他给自己起了个名字 叫乐活先生 好 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 索取手机报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即农事网和科技院栏目官方微博微信 查询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今天的游奖收拾问题是 答题的观众有机会获得月奖 广州万宝集团冰箱有限公司提供的冰箱一台 一个在北京市有车有房的人 为了一个梦想 拿出全部积蓄 在农村承包了50亩地 在这块地里 他种菜养鸡 十年耕耘 持心不改 特别的方法能否换来特别的收获 他的田园梦究竟有哪些特别之处 科技院下期的数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